在企业排球联赛的舞台上 有着元老霸主台湾电力 和传统强权Mizuno等 相较之下 2013年成立的County男排 虽然已经参与弃牌8个赛季 无奈成绩始终不理想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以国北较大学生球员为班底的他们 是在越击打怪 那就瞬间获然开朗了 我觉得我们的特色就是属于比较 比较活泼 然后比较有气势的一个球队 因为我们比较多年轻球员 都是学生 所以以我们打球来说 应该主要是靠气势 我们这个球队是属于气氛 气氛的那种 就是只要气氛一起来 我们打球会打得好 如果没有气氛的话 就感觉很像自己打自己的 然后没有团结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我们球队其实起伏还蛮明显 就是这还要在 参加性还要再提升 以学生球员为主体 越级挑战的目的在于学习跟成长 那带兵打仗的教练就很重要了 关于这一点 康体男排的执行教练来头可不小 就是当年1998曼谷亚运 中华队勇博同牌的功臣之一 黄金左手林显成 从我接康匹这支球队到现在第四年 那其实因为都是以国会较大的学生为班底 其实学生球队就是要有福利 然后再来就是 在借由气氛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能够从中能够把技术跟心理素质 然后赶快地执升上 那因为我们球队本身就是 身材条件目前不是太好 就是从天均升高到180层 那对于队上海淀或者是太阳神他们 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精力的选手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跟他们有的打的话 就是想办法士气一定要好 那球员自己的气度心一定要大 所谓的成功是建立在实质的目标上 在林省城的指教下 荒井男排算在企业联赛的竞争力 还是不如其他老练的对手 但战场转移到大专罗赛 他们所属的国北较大可是常胜军 目标也非常明确 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去达成 然后有做到就觉得就是最有成功 我觉得我们其实追求的没有到 因为他追求到说一定每一场都胜利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比较好的是 我们能把我们自己团队应该打出来的东西打出来 然后教练跟学长他们要求的我们要做到一些细节要做出来 然后那我们没办法在那个大专队上比较更好的感谢 如果以企业联赛这种强度来讲 其实你如果有办法打出好的过程 那最后结果虽然可能会输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学到东西 我是觉得其实比较重要 那因为我们的另外一个部分是放在大专联赛 从学生联赛到企业联赛 国内排球受瞩目的程度正在提升当中 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 而对球员来说把排球是他们的热忱 也有着美好的愿景 现在目前台湾我觉得排球最高电台 应该差不多就到7点 但现在7点也只是办职业化 但我希望企业联赛可以变成职业化 像篮球一样 他们每一年一年都在进行 然后设备更好 观众其实支持者也慢慢越来越多 所以我也希望排球有办法做到他们的一切 你不用到他一样 但我觉得有一半以上 就已经对排球来说已经很好 在台湾来讲 从大专联赛到企业联赛 康体男排努力耕耘 为台湾排球带来一位又一位的中间分子 等到职业化的时机成熟时 肯定还会有他们的身影 大家都在攻来攻去的时候